我们看到了孤立体系进行的可逆过程伤不变 所以就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不可逆 另外一定是孤立体系 否则你这个Omg值 虽然每个出于每个平衡态的Omg值不变 但是不是最大值 这个Omg值是最大值 但是不一定的在过程中不变 一定是孤立体系并且是可逆过程 伤才不变 这样我们可以把伤增耐率写成这个样子 原来我们孤立体系自发过程的时候 伤增大于零 Δs代默态的伤简介初态的伤 我们就伤是对平衡态定义的 因为是K logOmg 那Omg是平衡态的 在微观中可以认为那个Omg不是平衡态的 随便一个非平衡态 只要有个热力学概率Omg 我都可以定义一个相应的伤 K logOmg 在热力学中 这个伤都是对平衡态定义的 这是热力学的一个局限 因为非平衡态 以后我们会看到 K logOmg定义伤的时候 是用热温笔定义的 非平衡态温度不均 你怎么定义这个热温笔 所以在微观 波尔斯曼商中 K logOmg不要求状态是平衡态 只要给出热力学概率 我都能定义商 但在热力学中 这个商只能定义在平衡态上 好 那我们现在讲热力学中商的定义 德带S代表末态的商减初态的商 末态初态都是平衡态 对于孤立体系来说 如果是自发过程的话 德带S必须是大于零的 因为自发过程总是不可逆的 可是孤立体系的可逆过程 这个德带S就等于零 所以商增加原理 其实应该说成商不减原理 孤立体系的任意过程 商都不会减少 它大于等于零 大于零是对于不可逆过程 就自发过程的 等于零是对可逆过程 因为孤立体系中的过程 可以是可逆的 也可以是不可逆的 所以有人把它叫商不减原理 也有叫商增加原理 这个185页的第一个例题 证明在相同的高温热源 和相同的低温热源之间 工作一切可逆热机 它的效率都相等 与工作物质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说出来证明方法 后面我们用温商图 温度商这个图 横坐标是温度 纵坐标是商 就TS图 立刻就能看不出来 非常直观 所以你们回去把它做一下 我们下面讲 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克劳修斯是怎么定义商的 在宏观上怎么定义商的 最后呢 由克劳修斯商的定义 再加上可逆不可逆的性质 我们证明商不检缘理 克劳修斯定义商是这样的 首先呢 克劳修斯给出了一个不等式 叫克劳修斯不等式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对任意循环 这是个积分 积分打个圈代表 关于循环的积分 环路积分 这个意思 对体系所经历的任意循环过程 随便一个循环 热温比的积分满足这个式子 什么叫热温比呢 假如体系跟温度为T的热源接触 注意我没说孤立体系 我任何体系 对一个体系所经历的任意循环 如果这个体系跟T 温度为T的热源接触的话 它系的热为DQ 则DQ比上T 叫做吸收DQ的这个微小过程中的热温比 把这个热温比关于循环做积分 就叫做这个循环的热温比 这个热温比 任意循环的热温比 这个积分 一定小于等于零 其中等号呢 是对应于这个循环是可逆循环 小一号对应呢 是不可逆循环 这克劳修斯给出这么一个不等式 对体系任意的循环 热温比的积分 小于等于零 如果这个循环是可逆的 等于零 积分等于零 如果是不可逆的 一定小于零 这个式子怎么证明呢 当然有好多方法 我们企图用这种方法 我们手里呢有一个循环 就是卡诺循环 可逆的循环 两个热源的循环 卡诺循环我们比较熟悉 因为它是由四个过程线组成的 两个等温传热 两个绝热压缩 或者绝热膨胀 这个循环我们熟悉 并且呢 对于卡诺循环来说 它的热温比的和 等于零 对吧 我们证明过的 它是等于零 你如果讨论 对于两热源的循环来说 假如它可能是任意循环 假如不可逆循环 不可逆循环的效率 一定低于可逆循环的效率 由此我们得到呢 对于两热源的循环过程来说 所以两热源的循环 可以是卡诺循环 也可以不是卡诺循环 对吧 卡诺循环对应的是可逆循环 也可以不是可逆循环 对于两热源的循环来说 它的热温比的和 应该小于等于零 对吧 如果是卡诺循环 就是可逆循环的话 等于零 否则就小于零 那任意循环 我能不能用卡诺循环来代表呢 那下面我们会看到 我把任意循环 把它切成好多卡诺循环 然后把这些卡诺循环一叠加 就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离散化的思想 就这个思想一直在用 一个连续的问题 我没法求解了 我把刀割成许多小块 每一小块的情况我知道 然后建立一个文明方程 最后给了编辑条件 我通过求解文明方程 我就得到这个连续体系的一个性质 离散化的方法 我们就通过离散化的方法 把这个任意循环的积分 这个循环 把它切成好多卡诺循环 然后求和 通过卡诺循环的热闻比小一等于零 我就可以得到整个循环的积分 热闻比小一等于零 就这么个思路 清楚吗 就这么个思想 离散化的思想 由已知到未知 就这个思想 两热库循环 热闻比之合 小一等于零 我们已经证明过了 其中等号是卡诺循环 小一号是不可逆循环 不可逆循环 你不要叫卡诺循环 有些书中说 可逆卡诺循环 不可逆卡诺循环 这个不太好 卡诺原来的本意给 你给出就是可逆的循环 所以还是叫可逆循环 还是叫卡诺循环 或者不可逆循环 要么你说两热圆的可逆循环 都可以 或者不可逆循环 这个我们证明过 为什么有小一号 为什么有小一号 这件事没严格证明的 因为过程要么有摩擦 要么有非平衡态 向平衡态的过渡 这时候效率呢 要小于零 这以后我们可以证明 我们用温商图可以证明的 这个事你要详细 注意这时候Q1Q2呢 都有符号的 续热为正 放热为负 因为你这个定义的温商比 是这么定义的 热温比是这么定义的 这个DQ是从T这个温度的热库吸收的热量 我们都这么定义的 这个DQ是系统从热库吸收的热量 所以吸收为正 放出的为负 这已经考虑到了 首先呢 我们假定 这个循环是可逆循环 我证明 可逆循环是等式 将把等式证明了 在PV图上 我当然可逆循环可以画出来 用实线画出来 那我要证明 热温比的积分等于零 那我物理上我这么想 我把这个 这个循环分成好多小段 比如这是一小段 在这个小段的微过程中啊 从温度为T的热库吸收的量为DQ 那么DQ比T 就是这小段的热温比 对吧 然后这小段再写出热温比 这些热温比加在一块 就是那个积分 对吧 应该是这么理解 做法呢 我先把它分 我用许多 绝热线 这是绝热线 绝热线 再用实的这个等温线 把它分割 绝热线比等温线抖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做这个分割 虚线是绝热线 绝热膨胀 这是绝热压缩 这是等温吸热 等温放热 我这么一分割呢 在这个循环的附近 我就得到了好多 这种形状的卡诺循环 我假定有这种卡诺循环 这我可以做的 对吧 你会说 你怎么不在这画等温吸热线 我用不着这条线 对不对 我就在这个红的循环 实际循环附近 我画一条等温线 这样的话 你看 随便拿出来一个卡诺循环 随便拿出一个 我把它拿出来 我写在这 DI卡诺循环拿出来 这个是呢 从热库温度为TI1 高温热库 细热为ΔQI1 IA代表卡诺循环的编号 12345 1和2代表高温热源低温热源 这个是等温吸热 这是等温放入 放入为ΔQI2 对于ΔQI2中呢 包括了符号了 应该是负的 对吧 这是等温膨胀 这是 觉热膨胀 这是觉热压缩 那好了 我现在啊 我把所有这些卡诺循环 在这个四个过程线上的热温笔 加在一块 然后呢 对所有的卡诺循环一求和 我就会发现呢 相邻两个卡诺循环 相邻这条线 对于这个卡诺循环来说 是等温压缩 对不对 对这个卡诺循环来说 是等温膨胀线 对不对 它俩过程相反 对吧 相反 所以这个积分结果啊 消掉了 抵消掉了 你会说 那不一样啊 你看 这个 这个 比它多出一块 这个比它多出一块 如果你这个 风格啊 无限多的话呢 几乎 就可以用这个 锯齿形的这个 这个线代表它了 对不对 极限过程就没了 我不能画那么小 那么小你看不出来 所以呢 相邻两个卡诺循环中的这个线 一个是绝着膨胀 一个是绝着压缩 它的热温笔 积分 抵消掉了 所以剩下的积分就是这个了 就这个积分了 就这个 锯齿形的这个积分了 对吧 剩下就是这个了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那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锯齿形 看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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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积分 和这边是这么个积分 中间这部分抵消掉 对吧 那这里我们不是很 很清楚 因为 毕竟你这个锯齿形的形状 跟这个 循环不一样 但是如果 你的风格是无限风格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锯齿形的这个过程线 来趋近于 这个实际的过程线 你说这个意思 我们画的是放大的 这个差别 好了 对每一个卡诺循环 都有这个热温笔等于零 所以积分 求和 整个对于这个实际的 可能的循环来说 这个积分 就等效于 对所有的卡诺循环的 热温笔的和 求和 并且呢 I趋近 N趋近无穷大 这个就是这个积分 这就等于零 每个卡诺循环的热温笔是零 但是你求和 取极限 也是等于零 注意 这是严格等于零 如果不严格等于零 你这个极限不一定等于零 对吧 一定严格等于零才行 严格等于零的无穷项 加一块是零 不严格等于零的无穷项 加一块不一定等于零的 因为无穷小 无穷个无穷小 可能有限制 这个要注意 我们这个作严题中 就是当 当 Hμ原始小于Kt的时候 我得到结果是Kt 对不对 你要把前个一指数当做零的话 等于负的 Hμ了 对吧 那就不对了 你还用极限去做 这个严格等于零 所以无穷个严格的零 还是零 我们就证明了 当你这个循环是可逆循环的时候 热文笔的积分等于零 我们就证明Klausius等式 不等式呢 我们不严格证明了 我们说一下 一 用不等式困难在哪呢 不等式对应的是不可逆循环 对不对 不可逆循环 在PV图上 你画不出循环曲线 因为说我画虚线 你画的虚线是不合法的 虚线中也有点 对不对 那点是平衡态 你怎么能画出 你压根你画不出来 所以只能去思考 我们就等效的现象 假如这个不可逆循环 我在PV图上 也能有像这么一条线 我不叫线 叫路径积分的路径 总是可以的 数学上我给个路径 那在这个路径积分的时候呢 我也假想把它分作好多呢 好多两热源循环 不过这个两热源循环中 可能有些不是卡诺循环 是不可逆的 只要有一项是不可逆的 那这个就小于零 对不对 一秋何呢 就小于零 只要有一个两热源的循环 不可逆 不是卡诺循环 这个积分一定小于零 那就是说你这个循环中啊 只要有那么一个微过程 或者一部分有限的过程 是不可逆的 其余都是可逆的过程 那你这个循环就叫不可逆循环 不可逆循环的热源比一定小于零 我们就说这么一下就可以了 不做严格证明了 这就是刚才说的话 这个有些热源书上有严格证明 那当然这个倒是必要的 不过我们说到这就可以了 你相信两热源非卡诺循环有这个式子 这个你相信就可以了 而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温商图呢 能够证明的 我们那个立体也证明了 所以也等于是严格证明 只不过这说法呢 与可逆循环相类比 不可逆循环可由一系列 两热乎不可逆循环构成 这句话不合法对不对 你怎么切割呀 你那个路径的都画不出来 那你可以数学的可以这么想象 我们就最后得到了呢 克劳修斯不等式 我们由克劳修斯不等式 中到等式就可以定义商了 注意啊 克劳修斯不等式呢 给出的是这个对任意循环来说 这个热文比例积分小于等于零 对吧 我们就讨论等于零的情况 你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函数啊 这个环路积分等于零 立刻想到想到什么 想到保守厂对不对 保守厂的路径积分等于零 是保守力厂的定义 不管这个保守厂是保守力 还是静电厂都满足这个性质 一要有保守厂之后 跟那个厂对应的 我可以定一个是对吧 Potence定一个是 这个是呢是状态函数 它只跟状态有关 那我通过这个函数 环路积分等于零 能不能找到一个是呢 能不能找到一个 只跟状态有关的这个函数呢 能找到 这个函数 克劳修斯就把它叫做商 你看 它是DQ比T的商 相除的意思 又是在热力学中出现的量 它加个火字 当然这件事情是中国人 这个胡先生做到 他那英文呢 原来的名词 它是用能量 Energy 往来改造一下 Ethropy 叫商 怎么改造都不知道 据说呢是 它跟能量相反 能量代表活力 代表这个体系非常活泼 商呢代表死力 商越大呢 说明这个体系呢 越没有活力 没有活力就不会变化了 比如一个人伤 达到了极大值 就死亡了 婴儿的时候伤是最小的 当然在一生中 跟外界有物质的交流 能量交流 有伤的流动 所以孩子很活泼 像小老虎一样 你莫说这孩子伤很大 很小 等待他变大了 这个老者呢 非常沉稳 非常这个筋斥 非常 那伤的很大 如果大到极大值 他就特别稳定了 所以伤的意思代表一种 活力相反的这么一个物理量 所以他把它定成Ethropy 跟能量都是一个字头 所以呢 从卡拉修斯等式 预示我们 热力学系统要有一个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呢 它的活动积分等于零 注意这个环动积分 只能对可逆循环来做 所以我们计算 以后计算商的差的时候 一定针对可逆循环去做 那我说 比如我从状态一变到状态二 这个过程可能任意循环 任意过程 可以是不可逆的 也计是可逆的 但我计算商的增量的时候 你必须用可逆循环 假设从状态一到状态二 有一个可逆循环 通过这个积分计算商的增量 这个增量就是状态二的商 简直状态一的商 因为商跟过程没有关系 就像势能跟过程没有关系一样 我们从屋子跑到平台上 爬楼梯做了工了 这份工就是你势能的增量 对不对 这个只跟状态有关 跟地面的高度 跟天棚的高度有关 跟你怎么上到天棚上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从楼梯上的也行 你从外面爬绳子上的也行 你一个根头翻上去也行 跟过程没有关系 商也是这样 两个态之间的商差 只跟两个状态本身有关 跟如何从初态到末态的过程 没有关系 而且定义中表明 你必须用可逆过程 积分到末态 这个积分结果才是商 所以我们对可逆过程很重视 这个道理明白之后 下面就很容易了 就像我们从静电厂 一个单位电荷 在静电厂中转一周 做的工等于零 来定义静电厂的势能一样 一模一样 数学完全一样 当体系由平衡态一 经历任意过程 任意过程 变化到平衡态二的时候 体系商的增量 是这样定义的 末态商简直初态的商 ΔS等于热温比 从状态一到状态二 经历一个任意的 可逆过程这个积分 本来这任意过程 包括可逆过程 或者不可逆过程 都可以 但你计算的时候 必须用可逆过程 连接一二 这可逆过程可以任意的 只要物理上满足就行 物理上允许的任意 可逆过程积分就可以 DQ代表体系从温度为T的热库 吸收的热量 积分验 连接一和二的这个状态的 任意可逆过程进行 这是一个定义 我顺便说一句话 如果你这个过程 这个任意过程 是绝热过程 是个孤立体系的绝热过程 跟外界没有任何任何交换 那你这个积分应该是多少 是零对不对 因为 DQ等于零 没有热量交换 DQ等于零 所以 绝热过程 孤立体系的绝热过程 伤增如远是零 以后我们可以谈到 我们从来可以看到 你要注意 在下面的计算中 你要注意 为什么是 要经过任意的可逆过程 从一到二 那是由于 克劳修斯等式中 要求这个 等于零的时候 必须可逆循环 到此为止 克劳修斯就定义了商增了 商的绝对值 并没有定义 就像晶电厂的晶电势能 我定义的势能的差 对不对 我还得找个势能零点 一般把零度的水 作为零商点 在热力学中 那以后我们再说 商的零点你随便选 我再把这公式说几句话 得代S不是状态一和二的函数 与连接一二的这个过程没有关系 实际过程可以是可逆过程 也可以是不可逆过程 或者也可以不是可逆过程 实际过程任意 我不管 但你一旦计算的时候 计算商增的时候 必须用一个可逆过程连接一和二 这个可逆过程可以任意的 只要物理上合适就可以 这是计算中要求这样做的 但计算得代S的时候 积分一定要验着连接一和二的 任意的可逆过程进行 如果原构成不可逆 为计算得代S 必须设计一个假想的可逆过程 如果原来过程是可逆的 你算是原过程一积分就可以了 对不对 原过程不可逆 你必须假想一个可逆过程 还有一种情况 原过程虽然是可逆 但是计算积分很麻烦 那我换一个计算积分 简单的可逆过程 反正就是为了方便 如何选这个可逆过程 这个得凭经验 没有什么定理定律来指导你 得凭你的经验 找一个最简单的可逆过程 算的积分非常简单 你要选一个非常复杂的可逆过程 尽管的公式成立 但你算不出来对吧 数学有困难 好 我先不说克罗休斯山 和波尔兹曼山等加性 完了再说 我们连着说 有了刚才的商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有下面一个过程方向性的判决 这是最关重要的一件事 注意一切过程 你这个体系可以是孤立体 也可以不是孤立体系 你首先问从状态一到状态二 可不可能发生 这个在化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反应能不能发生 那你这样判决 把状态二的商和状态一的商拿来一减 就得到了这个过程的ΔS商增 然后再计算这个实际过程从一到二这个热温比的积分 所以这过程是实际过程 实际过程我计算 然后我判断 如果商增 注意这个商增是跟过程没关系的 如果这个商增大于等于你这个过程对应的这个热温比的积分的话 这个过程就可能发生 这个过程就可能发生 如果反过来 这个ΔS跟那过程没关系对吧 是状态函数 只要给定出太跟没太这个ΔS是定下来的 我怎么计算ΔS啊 我热温比通过一个可逆过程来计算把它算出来对不对 如果这个过程是可逆的话 那你看可逆过程从一到二的积分就等于ΔS等号的成立对不对 这就是ΔS的定义对吧 如果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是不可逆的 那这个积分的结果一定小于用可逆过程算出来的ΔS 就这个意思 这是个重要的判决 以后我们要证明那个判决 这是一个有限的过程 对无限小的过程 就是过程经历的非常短 那个时间那个间隔非常短 那它的伤增写成ΔS ΔS应该大于等于过程的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它自己对不对 无所积分 无限小过程哪有积分 所以这个判决在无限小过程中就有这个式子 无限小过程的伤增 伤的增量 微分 ΔS一定大于等于在这个无限小过程中 从热库为温度为T的热库 C的热量DQ这个比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这是有限过程的判决 这是无限小过程的判决 如果不满足这个判决和这个判决 这过程一定不能发生 比如这过程算出这个伤 墨态出态 墨态伤减出态伤这个ΔS 小于这个过程得到这个积分 这过程一定不能发生 它只能大于等于 大于情况说明的过程是不可逆过程 等于这个情况说明它是可逆过程 它能发生 对不对 无限小过程是这样 比如我有无限小过程 伤增我算出来 伤增是跟过程没关系的 这个DS是磨态伤减出态伤 不过这个磨态伤出态离得很近而已 如果这个DS小于DQD比上T 这过程一定不能发生 这个无限小过程一定不能发生 只有DS大于或者等于的时候才行 大于对应这个无限小过程 是不可逆过程 等于代表这个DS 对应的无限小过程是可逆过程 我再多说一句 由此我们可以对商做个定义 商的微分可以做这么定义 我说商的微分是这样的 商的微分就等于 我不断写 可以 商的微分就等于DQ DQ比上T 我这个定义成立条件是什么 一定是可逆过程 对吧 一定是可逆过程 逆怎么写 我写错了 一定是可逆过程 那好了 我对DQ做个定义 有时候本来一把都不写了 DQ 因为对于这个微小过程 我可以写DQ DQ等于TDS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热力学公式 这个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一定这个无限小过程是可逆的才行 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这个有些书上可能没太强调 因为你有这个判决 只有在可逆过程 他俩才相等 你才能有这个定义 对不对 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这个式子呢 只对不可逆过程证明就可以了 对可逆过程不要证明了 对可逆过程来说 它等于它就是商的定义 对不对 商增的定义 那你还证明什么 没必要证明 对不可逆过程证明 在PV图有个默态2 有个初态1 我由不可逆过程把它连接上 我用虚线 然后再用个可逆过程把它连接上 用实线 构成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是不可逆循环 因为在循环中有不可逆过程 好 我这个循环这么去一个循环 然后我做积分 我对这个循环对应的各个状态 我赚积分 算这个热闻比积分 那我把这个积分算作两项 第一项是从1到2 沿着这个不可逆过程积分 第二项是沿着可逆过程 从1到2这么积分 本来是应该2到1对不对 你要1到2有个减号 减去1到2 这两个加一块 就是DQ比上T环路积分 对吧 它应该小于0 因为你出现不可逆过程了 没问题吧 好了 你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沿着可逆过程 从1积分到2 这就是DS 就S2减S1 对不对 这不就是商增的定义 这个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就是个积分 对不对 这可不是商增 你按照不可逆过程 就不是商增了 所以这个不等式 你可要不要再写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DS 这个减号是本来从2到1积分 你非得从1到2积分 当然写个减号 对吧 就是从1到2 验着这个不可逆过程的这个日文比例积分减去DDS 应该小于0 我们就证明了 对于这个不可逆过程来说 实际的不可逆过程来说 它如果能发生的话 必须要求连接这个不可逆过程的终点 跟出发点的这两个态的商增 应该大于这个日文比 那我们就证明了 但有个问题 你们看到没有 你循环为什么这么选呢 我这么选的话 恰好是相反的结果 我这么选循环 这个结果大家当然对 是不是 没问题 我们刚才的判决是对的 对不可逆过程确实有这个关系 如果这个不可逆过程能发生的话 必须要求DS 应该大于这个积分 对可逆过程就是商的定义 所以把它统一地写成这个样子 现在呢 你这个循环 它是个数学上的考虑 我可以这么选 我可以反过来选 如果反过来选 大家看看 如果循环反过来选 我这么选这个循环 照超 你看 这个呢 从一到二的积分 样子不可逆 应该写个负的 一到二 我写成一到二 本身二到一 对不对 这个正的一到二可逆 结果坏了 结果变成得大大S小于不可逆这个积分 错在哪 错在哪 对了 你这么选非法 你告诉你不可逆 你不可逆 数学上随便选这两个循环 对不对 物理上的不可逆 你在物理上的不能这么选这个循环 所以这结果错的是 错的是对的 你该错的 这你就选错了 请大家注意 数学跟物理 既勾结又争夺 就是这个意思 它有时候是统一的 互相帮助的 有时候要注意 它是不一样的 在物理上 你不能这么选循环 这有年答异的时候 一个学生跟我讨论 就是辩论这件事情 最后我写在这 请大家注意 好了 刚才说的过程方向的判据 其实就是伤增加原理 这就是伤增加原理 我们看一下 这是过程的判据 对于孤立体系来说 DQ等于零 孤立体系对外界 没有什么过程 没有的过程 孤立体系跟外界是绝热过程 对吧 孤立体系对外界是绝热 既绝热又不做工 所以就伤增加原理 对孤立体系来说 DQ等于零 那么这个结果应该等于零 那么对孤立体系的自发过程 我看看 这怎么DQ等于零 对孤立体系的绝热过程 DQ等于零 我这句话不要 这句话怎么打 人不知道 就是从这个式子 对孤立体系的自发过程 自发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注意 都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这个加 这个代号成立 所以有这个过程 有DQS大于零 这和我们从波尔兹曼商 得的结论是一样的 孤立体系自发过程商一定增加 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对于孤立体系中的可逆过程 大家注意 这个话删掉不要 对孤立体系的可逆过程 好了 这个等号成立 对不对 那就DQS大于等于零 所以就开始 跟我们开始写的式子一样 对孤立体系的任意过程来说 都有DQS大于等于零 这个形式 大于号是自发过程 不可逆过程 等于号是可逆过程 伤不减原理 这个 那我这是这个意思 假如我是孤立体系 孤立体系 里面发生的是一个可逆过程 孤立体系是绝热过程 跟外边是绝热的 所以孤立体系的绝热过程中 这个伤也等于零 因为它是一个可逆过程 我刚才说过 对不对 有些时候上这么说 我习惯上说 孤立体系的不可逆过程 伤增 孤立体系的可逆过程 伤不增等于零 不增也不减等于零 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呢 好像应该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我们就先把这个得到 好 那我现在再回来说说 那个等价性 等价性呢 我们不能 不能严格证明 我们用个例题来说一下 克罗修斯商和波尔兹曼商的等价性 我们从这个例题算 计算一个理想T 绝热自我膨胀的 克罗修斯商增 然后呢 再算一下它的波尔兹曼商增 原来的状态呢 是V1T S1 然后呢 把这隔板拿掉呢 变成V2T S2 绝热 绝热膨胀 T不变 温度不变 理想气体 但商呢 会发生变化 很明显 这个气体的 在相控间 关于速度的分布的混乱度 没有变化 因为温度不变 对吧 只有位置的分布的混乱度 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只要计算呢 计算它的位置分布的 这个商的增量就可以了 好 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 一定是个不可逆过程 对吧 那我要计算商增的时候呢 本来S2和S1跟过程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为了计算S2-S1 我就人为的假设的 这么一个可逆过程 把状态二和状态一连接起来 我现在假设了 我有好多可逆过程 我这么假设 我假设这个过程 从它到这儿呢 就相当这块是一个活塞 慢慢地把活塞拉开 缓慢地 极其缓慢地拉开 最后体积变成V2 那这过程是无摩擦的准静态的过程 对吧 无摩擦准静态 必须是等温膨胀过程 显然是可逆的 在这个无摩擦的准静态过程中 我可以计算呢 可以计算S2 对 这时候S2呢 就是我这R代表可逆过程 从1到2我计算这个S2 这个好计算吗 这是热库 注意啊 原来的体系啊 并没有热库 对吧 并没有热库 就是一个绝热的盒子 对吧 我现在未计算 从它到它的双增 计算S2-S1 我就认为设想一个可逆过程 我就假设这个盒子啊 跟一个温度为T的这么热库相接触 然后呢 在一个微小的过程中啊 这个热库呢 被理想气体系的越是DQ 那DQ比上热库的温度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无摩擦准静态膨胀中呢 我算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结果 就应该等于S2-S1 当然你也可以设计别的可逆过程 不过这种设计是最简单的一种 你会说 你说你把原来体系都给改了 原来没有热库 对不对 没关系 这完全是数学对吧 我只要数学上找到这个可逆过程 连接一和二就行 你只要把一和二连接上就行 然后你计算热文笔就可以了 这是商的定义 这是商的定义 原来克劳修斯给出这个 克劳修斯不等式的时候 由环度积分等于零 我们引出的这么一个状态函数 就是原函数 积分中的原函数 就像势能一样 它就是数学这么定义的 你不要考虑它物理机制 你要考虑物理机制 你就计算 从它到它 热力学概率增加多少 我们就回到波尔兹曼上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两种计算是一样的 下面计算就很简单了 DQ 因为是理想体力 每个状态都是理想气体的平衡态 所以可以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DQ等于PTV 因为是绝热过程 对吧 这是绝热的 所以呢 体系 因为是绝热过程 并且呢 这个过程中是等温的 对吧 这个无限小过程啊 除太跟末太是等温的 所以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 体系 这个理想气体 从热控吸收的热量 都拿来作为 对外做工的那个工 对吧 那理想气体内能不增加的 理想气体内能跟体力没有关系 我用热力学第一定律 然后呢 又是准静态过程 所以每个状态都是平静态 我可以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好了 那这个积分就很容易做了 把它带一积分就积出来 很容易做 做出来 这个跟我们用科劳修斯 和用波尔兹曼商 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这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波尔兹曼商增 我就不算了 好不好 你就这样 你看你想想 我计算了从初态到末态的热力学概率的增加 这是初态这是末态对吧 我们算计假定温度相同 所以呢 在这个计算热力学概率的时候 这个 关于速度那个分布的混乱度我就不算它了 我认为前后是一样的 我只计算呢 位置的混乱度的增加 位置的混乱度增加 比如一个分子 它的位置的混乱度应该跟它的体积成正比 对不对 两个分子就跟体积再乘体积成正比 所以N个分子呢 跟体积的N次方成正比 我不要去这个热力学概率的绝对值 我就要去跟谁成正比就行了 我计算的是呢 Om2比上Om1就行了 因为你要计算Log嘛 SE是LogOm1加上LogOm2 那我计算Om2比Om1就行了 一比 这俩体积一比 分子数我知道 Mu那个分 那个Mor数乘上的阿弗达拉常数就可以了 结果我就把商算出来 算的结果呢 正是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跟那个波尔茨曼商增加是一样的 我们讨论题用到了 用到了这个一个盒子 一半装气体 达到平和态 然后盒子的格马拿掉 最后都扩散到一个盒子里面 整个盒子里面问商增 商增跟LogOm2成增比 有个LogOm2 LogOm2就是什么呢 就V2比V1 V2比V1大了一倍 对不对 就LogOm2 我们就那个特例来讨论 思想完全一样 我不在这做了 所以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这使你相信了 我们其实相信的是 是波尔茨曼商 那个是很有道理的 Claude-Shield商呢 它是宏观的定义 是一种实验的定义 所以呢 你总觉得挺玄的 挺玄乎的 对不对啊 它是对的 跟这个波尔茨曼商是一样的 便利请大家注意 我们对这个Claude-Shield商的定义 完全是数学上一种定义 我发现日文笔的 环路积分等于零 对可逆过程 这件事情证明了 对吧 既然一个函数 环路积分等于零 与这个函数相对呢 就应该有个是 有个原函数 对吧 我们把它原函数定义成商 与其说物理上定义的商 不如说从数学上定义的商 这种认账 当年就这么出来的 它并没有考虑商的微观本质 它没有考虑商是什么东西 商就是数学上那个智能 是是函数 或者是原函数 所以你计算的时候呢 必须用连接初胎末胎的 可逆过程来计算 这是数学上的要求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这么定义的 对吧 你要再问为什么呢 请用波尔茨曼商去计算 肯定是对的 所以在了解一个概念的本质的时候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要都从本质出发去计算 那工程学都从第一原理计算 一是不准 另外也费时间 我设计一个钢架结构 我从这个分子原子结构算起 那你算到什么时候为止 所以大家要认这个账 我要强调的商 这个热力学商 它给出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 它的本质是波尔茨曼商 你要承认这个数学 好了下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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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